美国刚求完长俄四号 中方表现出非常愉快的合作态度 数月之后 没想到美国却对中国感出无耻之举 美国对中国航天的态度 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美国的无耻 要知道 这是在美国举办的国际性宇航大会 美国根本没有理由阻止中国参会 而且阻止中国参会 本身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难道美国高层以为 这样就可以阻碍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了吗 那么中国航天局对美国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事实上 在九个月前 中国航天部门还在与美国航空航天局进行合作 而且是美国人主动找上门来 要求中国在长俄四号探月工程上支持美国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杜 在接受央视节目采访时透露 美国航空航天局在中国长俄四号发射之前 就找到了中国 希望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探测器的相关数据 还要帮美国搭载信标机 方便美国获得长俄四号登月的精准位置 另外 美国还希望中国延长雀桥中期卫星的使用寿命 最好能延长到五年 这样就可以配合美国进行月球背面的探测活动 中国航天局在接到美国方面的请求之后 表现出了非常愉快的合作态度 为了两国可以进行更多的合作 最终完全答应了美国方面的请求 实际上就在今年一月份 中国长俄四号成功登月的同一天 美国就发表酸气十足的文章 称中国航天担心失败而丢脸 以及相关技术的敏感性 没有详细讨论这一项目 称中国应该向美国纳桑和其他航天项目学习 应该更加开放 那么美国真的是会把自己的技术 向全球开放的国家吗 事实是 中国从2003年开始太阅工程 美国就把原本向全球公开的 天体轨道数据给关闭了 不过这个小手段反而促成了 中国自己的轨道数据 让中国成功进行飞跃探测 美国早在几年前就干出过 拒绝给中国负责月球和火星开发计划的 一名专家发放签证的事 而且刚干完无耻的是 美国在2013年还恬不知耻地 向中国索要长颗三号的飞行轨道 和落月时间等多种数据 在长颗四号发射成功之后 美国又后着脸要求中国提供轨道数据 与美国相反 欧洲宇航部门已经加入到了 与中国的合作中 反正没了美国人的合作 中国航天事业不会放慢 丝毫前进的脚步 如果美国以后一意孤行 将来被世界淘汰都有可能 中文字幕组合上